下课中小学生们鱼冠走出 北市疫情趋缓 9月1号开始 高中几下学生就要准备开学 如果疫情没有再次的相关的改变的话 那我们9月1号一定会如期的开学 那才实体开学为主 去学校那当然是最好了 可是老师最好是每一个都要打过 然后学校管制严一点 就比较也许比较安心一点 感染我是觉得几率其实也蛮大的 但是我们就是不可以矫枉过正 因为这种防疫这种东西 有时候矫枉过正整个社会变病态 北市率先全国宣布准时开学 虽然确诊数降低 但还没清零前谁也不敢大意 市长柯文哲拍板除了用餐外 得全程戴口罩 吃午餐隔板也不能少 各级学校隔板的准备情况 幼儿园的部分大概96%准备好了 那小学的部分大概9成1 那国中大概7成 高中大概5成都已经就绪了 那其他还没有准备好的 我们要求学校可以用学校的经费 来采购隔板 只要任何脱口罩课程也全部喊咖 向音乐课吹直笛一律禁止 以欣赏影片代替 体育课只要是中央还没开放的运动 像篮球课也不行 提一个有的班级 一个班级 一个学校好多个班级一起出来 可能要分开一点比较好一点 是觉得怕怕的 毕竟全国高中之以下学生 从5月中旬改采远距教学开始 已经超过三个月没回学校 教育部凭9月1号准时开学 让这最长暑假划下句点 华文新闻张家宝 廖品之运特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